音乐 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的话语之泉 今天我的题目是 救赎者耶稣 经文是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二到五十二节 四十二节起来我们走吧 看啊 卖我的人尽了 说话之间 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 卖耶稣的人 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 我以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把他拿住 牢牢靠靠地带去 犹大来了 随即到耶稣跟全说 拉比便与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旁边站着的人 有一个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教训人 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是成就 为了应验经上的话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众人就捉拿他 他却丢了麻布 赤身逃走了 我要讲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 克西玛尼园 辜负耶稣的人 第二 当我接受耶稣 为我所成就的一切 这一切就会改变我 在这段经文里面 有哪些人 他们辜负了主耶稣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 四十四节里面 卖耶稣的犹大 卖耶稣的犹大 他没有通过考验 犹大他认为 钱财 政治力 军事力 能够战胜 才能够证明 耶稣是君王 因此 当有人出三十两银子的时候 犹大他就出卖了耶稣 这是犹大他没有通过考验 第二个人 我们看四十七节 这边提到 在约翰福音里面 有告诉我们 这个人 他就是彼得 彼得 他常常听到耶稣的教导 彼得 他常常听到耶稣提到 关于天国的事情 然而 在紧要关头的时候 彼得 他还是按着 他的本能在做事情 就是拔刀 砍人 彼得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 他跟主站在一起吗 告诉耶稣说 众人虽然跌倒 我彼得 我总不能 但是面临挑战的时候 立刻就拔刀 来相像了 在紧要关头时 我们是不是会按着本能做事情呢 例如有人抄我们的车 喇叭 扒我们 我们会不会就呛回去 有人咒骂我们 我们就会咒骂回去 这是我们要问问自己的 除了这两个人 还有谁是辜负耶稣呢 五十一五十二节里面 这边提到有一个少年人 他害怕的宁愿赤身逃跑 这在当时赤身是不体面 尴尬羞死的事情 在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赤身 表示什么呢 这个少年人在出来 离开家里 往克西马林园去的时候 当时他就衣冠不整 随便拿一条衣服 就是细麻布的衣来裹身 那他宁可赤身逃跑 也不愿意对主忠诚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 这个人就是写马可福音的作者 马可自己 若果真是他 那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当时我也在场 而我就是跟其他人一样糟糕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所有人都辜负了耶稣 所有人都跌倒逃跑失败了 第五十节我们看到 我们会辜负耶稣 会离开耶稣 会逃走 门徒可能会说 弟兄姐妹啊 不要笑我们 如果你在场 可能你也会逃走 门徒会逃走 那耶稣的表现 耶稣的言行如何呢 48 49节 有一些的线索 48节告诉我们说 你们以武力和骗局的方式来抓拿我 当我是叛军的首领吗 那个答案是耶稣不是 那门徒期待耶稣证明 他是个 他不是 他不是叛军的首领 但是耶稣在这里并没有一些作为 49节经文提到 耶稣说 我天天教训人 同里面在殿里 你们并没有拿我 门徒心里面想的是 耶稣 你白天能够行神迹奇事 现在你证明一下 确实让我们看到 你武功高强 不受白天晚上的限制 48 49节 这两句耶稣所讲的话 耶稣就没有其他作为了 确实的说 耶稣不是没有作为 而是耶稣没有按照 门徒的期待来作为 所以门徒都离开逃走了 门徒的期待落空了 今天我们的信仰如何呢 我们祷告 为我们的孩子 为我们的工作 为我们许多的事情 祈求主 恳求主解决 但是主没有垂听 我们是否就离开主 离开这样的信仰呢 今天我们对主 有许多的这些恳求 那主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祈求 来应允的时候 我们是否就离主而去了呢 我们是否也辜负了主呢 第二我要提到的是 当我接受耶稣 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时 这一切就会改变我 耶稣不是没有作为 四十九节下半 那边提到说 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是什么话呢 这是指先知书的经文 而最主要的经文是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 受苦的仆人 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单单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耶稣的作为 跟门徒的期待不一样 耶稣打算怎么做呢 耶稣打算受苦 将命倾倒 牺牲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放弃能力 放弃他的生命 宁可被拒绝 被离弃 门徒无法理解 因为这个世界是强者生存 耶稣简直是弱者的表现 弱者能生存吗 耶稣你采用软弱受苦 替别人单单罪而来牺牲 这不是自我虐待吗 这不是会心里不健康吗 四十九节下半 耶稣说 但勿要让上帝的话 圣经的话成就 耶稣出奇的冷静 耶稣很坚定 耶稣经过祷告 深切的祷告 他克服了软弱选择了顺服 他不愿意反抗 也禁止别人拦阻他受苦的选择 弟兄姐妹 跟上帝分离 原本是我们 犹大跟许多的人 带着刀棒武器来逮捕耶稣 本来耶稣不需要来面对 而被受苦 被上帝离弃 这本来是我们应该受的 耶稣走苦路 原本是我们该承受的 那是耶稣承受了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耶稣本来应当得到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发现这极大的反转 是为了你 是为了我 那么我们的生命 我们 我们的生命会被主耶稣来改变 当我们看到 耶稣他放弃了无穷尽的丰盛 只为了进入我们的贫乏 使我们因此能够得着 在灵里的富足 这一切就会改变了你 改变了我 当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时 他就能够拯救你 拯救我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那边也提到说 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而这样的发现 当我们能够理解 并且能够了解耶稣是羔羊 他就能够拯救我们 当我们理解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 我就能够得着释放 得着真正的自由 当我领悟到 我自己是借着神的恩典 得以称义 不是借着我的成就 而且我在耶稣基督里 是被主所爱的 那么这世界的权势 再也无法控制你 控制我 而这也会带给我们改变 带给我们 对于金钱权力地位的看法的改变 所谓的自由 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着真正的自由 圣经上说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圣灵是真理的灵 祂能够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弟兄姐妹 你愿意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你所成就的一切 以至于让耶稣所成就的一切 来改变你吗 我们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 我感谢你在十字架上 所成为我所成就的一切 主啊 本来是我应该受刑罚的 你代替了我 主啊 感谢你 你那神儿子的身份 主你那丰盛的恩典 是给了我 主啊 你为我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何等大的恩典 绝书我愿意来相信并接受 求你使我每天靠主 能够经历到这丰盛的恩典 求主示恩 圣灵工作在我的身上 谢谢主 感谢主 这样的祷告 感谢祈求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